新的你要帮他取法好在外面 不要钱 不要钱才有功德 不要利用别人的死亡痛苦来谈钱 是不慈悲的 不慈悲就没功德 千万记住 各位以后将来搞不好会出家会开寺庙 记住这个真理 人家已经够可怜了 你还要再谈钱 那没钱的人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是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很多妈妈堕胎小孩很可怜 然后这小孩子附在你头上就头痛 附在你腿上就腿痛 附在你腰上就腰痛 我的妈妈堕胎两个小孩 我的弟弟跟妹妹 他都不讲 我出家了我问他 妈妈你拿小孩乱问这狗孩子 我相信我妈妈没堕胎 结果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在我爸爸以后的事情 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跌倒 摔断两根脊椎骨 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抢救他 医了一年多才可以坐着 因为很痛 后来有一次他又自己起来上厕所 又又跌倒 听到小孩在哭 他吓坏了 那次好在没受伤 就打电话给我 我很怕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一定没有好事的 然后我妈说 你回来一下 赶快想尽办法 我也坐飞机回去 我妈妈就哭了 她说 你还有两个弟弟或妹妹 她不知道 她堕胎了 那我说 妈妈你怎么不早一点讲 我说 一拔斗才疼 小孩在哭了 所以 但是我妈妈已经受伤了 然后所以我就 带着我妈妈到附近的寺庙 我说妈妈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只要跟她忏悔 各位记住啊 各位妈妈 如果你有堕胎小孩子 你一定要跟她忏悔 是你把她杀了 堕胎就是杀人 你把她杀了 我说妈妈你跟她忏悔 跪下来 你不跪 你不好跪 我替你跪 没关系 那我妈妈也 虽然苍白跪下来 跟她点两个灯 我就要放在观音菩萨 我就马上看到我妈妈的脸 从苍白变成粉红色的 然后就自己站起来 我很高兴 我跟我这两个弟弟妹妹说 你就跟着哥哥吧 哥哥出家力量大 不要跟妈妈 妈妈已经很脆弱了 我就帮她取名字 那我妈妈就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各位这一定要注意哦 因为小孩子会跟妈妈 然后她待在你的胃 你就胃痛 或是她在妇女病 那你要跟她忏悔 忏悔不是要把她赶走 很多人超度有个错误的观念 你不要在我辛苦 还是我破坏 我把冤亲战主赶走书 你赶快给我念一念 不会走 鬼有她心通 这个鬼如果知道 你是要把她赶走 而不是要爱她 更恨你 她不让 她不走的 你超度不了她的 你超度二十年 花几百万 你也超度不了她的 我们是说 以妈妈的爱 妈妈要好好补偿你 妈妈要好好爱你 这个baby就会被你感动而超度 她一超度 她就看到天界 她当然到天上去了 她到天界 她到极乐世界 尤其到天界 她可以随时回来找你玩 而且不会造成你痛苦 所以 但是千万不能有把她赶走的观念 所以像我自己 我自己大一的时候堕胎 那后来我出家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忏悔 我跟这个小朋友说 我说爸爸做错了 但是我现在出家了 我呢 发愿要超度 所有被堕胎的小孩 他认识不认识 我都要主动 这样好不好 要么你现在 爸爸做功德 让你去极乐世界 要么你帮助爸爸 我们两个一起来帮助了 这些堕胎小孩 你做我的护法 结果我老实说 我这个小孩子到 今年年初才离开我 他等于四十岁啊 他没有离开我 他没有伤害我 因为他现在做班长 他又做班长 他负责带那些小孩 爸爸爸爸 因为爸爸发心啊 儿子也要发心啊 做功德 所以因为我鼓励他 各位你要真的 你要把那些 看不见的小孩 当做真的对他好 他会感觉 我们一起发菩提心 我们来帮助别人 因为我觉得 我这样以后啊 我就更有力量 我就愿意去帮助 帮助更多更多 所以就像我杀一只蛇 我杀一只蛇 我因为生气 我因为生气愚痴 把他杀了 所以我也跟那只蛇说 我现在要出家了 你跟着我 如果我生气 你就咬死我 然后呢 我们一起 一起 你做护法 或是你升天 随便你 那如果你要留下来 帮助我 让我不要生气 我们去帮助 所有被杀的蛇 所以我来马来西亚 还有一个任务 因为马来西亚 听说有在 抓蚌蛇 杀蚌蛇 所以我们每天 都一直很努力 去超度他 甚至跟那个卖蛇的说 你损一十五 就不要杀 出一十五 多少我们都给你买下来 因为让那些工人 出一十五也不要有杀意 他们做工人是没办法的 他不得不得 所以我们到槟城 也有一个杀蛇的地方 我们那天 花了将近三万块美金 买他所有的蛇 他才高兴一点 不然他不高兴 看着出家人 不高兴 然后趁他在包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贴咒语 走走走走 赶快贴一贴 三个月他就倒电了 突然老百姓 哦 舒服 赞 现在有在隔壁台 这个也是一个善意 为什么 让他赚别的钱 不要再赚这个钱 但巴都巴夏这个比较不好处理 这个功力很厉害 到现在还没办法改变他 他们还在杀 所以 但是至少尽力吧 尽力 我想各位没有钱也可以 慈悲超度 你想想到那些被杀的蛇 眼镜蛇 特别你到越南 到很多地方 我到广州去 看到他们很喜欢吃蛇 然后你就用慈悲心念观音菩萨 想到那些被杀的蛇 恢复了 恢复了 不痛了 不流血了 然后一直念观音菩萨 他们外表也变成观音菩萨了 然后呢 他们就去极乐世界 你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他就超度了 当然你会念阿弥陀经 那更好 那阿弥陀经就是描写极乐世界的状态 你更容易观想更厉害 阿弥陀经就是 写着如何去极乐世界的方法 所以念经是要把 经里面的意念传给他 而不是嘴巴念经 而你要传给他什么 不知道 你念观音菩萨 普门品 是要传导慈悲给他 慈悲 对任何众生都慈悲 超越痛苦的慈悲 而且你要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以这个慈悲心念普门品 这个经才有用 它会产生力量 所以我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要超度 特别对祖先 在佛经里面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世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打坐 那在金色里面 那有一个生意人 三十岁 跑到佛陀面前来 他不是佛教徒 所以他对佛陀很不客气 也不会问讯 也不会拜 但佛陀不会改变了 那这个生意人说 哎呦 你叫佛陀啊 你能不能帮我啊 我生意不好啊 生病啊 老婆跟我吵架要离婚啊 你帮帮我吧 那佛陀知道他不是佛教徒 也不能跟他讲太多 会 你回去吧 我会帮你 那佛陀就要去帮他 佛陀有神通啊 知道为什么他今天 这辈子这么倒霉啊 身体不好 亏钱 夫妻吵架 那佛陀就跑到他前世的家 他前世的儿子还在 还在那边 然后佛陀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出家人 很庄严 就去 经过他家进去了 那他家 他这个儿子 就说这三十几岁的儿子 看到 哇 这个师父长得皮肤白白的 很庄严 师父要不要喝水啊 供养 这个也很有善根 然后供养完以后 佛陀就问他这个前世的儿子说 你爸爸呢 哦 我爸爸三十多年前呢 往生了 我爸爸最喜欢吃羊 所以我每年帮他杀一只羊 然后那个血拿来拜神 因为婆罗门教是用羊血拜神 然后我跟他杀一只羊 我爸爸一定很快乐 那这个时候 出家人就佛陀说 这样错的啊 如果你的儿子被杀 你会痛苦吗 那只羊被杀也很痛苦 这个方法对吗 他说对哦 我都没想过 然后又看到佛陀这么庄严 他有一点信心 佛陀说 如果你真的要孝顺你的爸爸 我告诉你 你呢 帮助穷人啊 孤儿啊 帮他放生啊 你去供养那个真正在修行的人啊 甚至人家杀的羊 你把他救了 你才可以弥补你 爸爸过去吃羊的这种痛苦啊 他一想有道理啊 哎呀 没人跟我讲 终于今天跟我讲 对对对对 他就开始改变了 不杀羊啊 就帮助 用他爸爸的名字去帮助 然后佛陀就回金色了 经过三个月 那一位倒霉的人跑来找佛陀 哇 你真是佛陀了 上回我来找你 我回去身体好了 赚钱了 我老婆现在爱我爱的钥匙了 各位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的祖先没超度 那你就会这样 就会卡到 因为 为什么会 因为祖先就是要靠儿女超度的 因为谁会超度他 所以我们今天外边有写一个 跟我念一下 来 发慧功德 回向无视孤魂 无名亡魂 没人再拜的是最可怜的 在台湾有很多万善爷 万善爷就是那个 那个墳墓啊 改成学校啊 改成公园啊 就把人聚在一块 叫做万善功万善业 那就意思是说没人拜啊 但外面一定会贴一个有求必应 为什么 没人拜啊 没人拜了 你愿意拿个饼干去拜 保证你满怨 这叫有求必应 因为台湾那些黑道的生意人都包 我要做主委 他们 这个小钱 拜拜拜 他们很会拜的 但是他们觉得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那些孤魂最可怜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有说了 你用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间 盖高速公路啊 盖医院 哇 福报很大 将来可以升天 但是 不如用一杯水去供养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我这样讲不是告诉各位说 那我就不要帮医院了 不是 心态改变 用慈悲心 而不是用世间的福报去供养 那佛陀又说了 供养三宝福田很大 但是 你呢 用无量节的时间 供养全世界的佛陀 全世界的出家人 把佛像都盖成春黄金了 那功德很大 但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我今天也会传说各位 受五戒 受一条两条也好 好不好啊 不杀身吗 这很简单 但是佛陀又说了 你受戒 不思 功德很大 但不如 慈悲心 不思一滴水 给鱼喝 不思一颗米 给鸟吃的功德 因为慈悲心的功德 大一切 所以我们出家人 刚出家学什么 第一天就是学 私 今天我们要做的 不思食物 给那些好兄弟啊 三神 土地神啊 孤魂野鬼啊 平等心的供养 用这个食物 来供佛 那福报很大 然后佛加持这个食物 再把这个食物 帮助那些 我们写的牌位啊 死掉的动物 死掉的人 地狱道的众生 那慈悲的功德 大于所有功德 所以也希望各位 家里 我看华人家里门口都有 红色的房子 还有收金座 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不是用慈悲心去做 我给你收金座 你把我包庇贪费 我没给你拜 你会找我 我怕你 所以我给你拜 那这样就功德少一点 如果各位你在烧金子的时候 我烧啊 希望你们都发财不缺钱啊 希望你们都离苦去升天啊 那叫慈悲心 那功德很大 所以你在拜门口 你在拜神的时候 希望神照顾所有马来人 希望神照顾所有痛苦的众生 我感恩神 那这个叫慈悲心 那这个功德大 我也希望各位在收金座的时候 放两块饼干 因为这个鬼啊 他没东西吃 他是吸味道 那如果你烧两块饼干 他可以吸到那个味道 就像各位你回去试试看 你买一块很香的豆腐 放在祖先面前 然后一个钟头 你闻那个豆腐就臭掉了 那个豆腐的香味全部吸走了 所以佛教教我们这个方法 各位把食物 透过佛菩萨火神的加持 烧成烟 那这个烟一飘出去啊 不分宗教 所有树神土地神鬼神 都可以吸到那个味道 把水为他们供养佛以后 水给他泼出去 所以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在家里的佛堂 多供多一点水 不要光三杯 供完以后 至少一半的水 洒在外面树下 那些孤魂野鬼 好快乐 他们叫咽口鬼 什么叫咽口鬼 嘴巴会吐火的 放咽口放咽口 他们只要晒到太阳 全身就会被烧 而且不会死 然后到了晚上呢 就会出来找食物 当他肚子饿 只要有人在吃饭 筷子的声音 他就会饿 然后就吐火 叫咽口鬼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都会学观音菩萨拿个瓶子 这是马来西亚买的啦 用这个瓶子 里面放水 如果加一点咒语 走到哪里都喷啊 开车的时候 老公开车 老婆喷水 每一条路都平安啊 是要大杯做水啊 各位 你撒 你撒钞票 很多人在你后面跟着你的 那这个比钞票还贵 钞票对鬼没用 但是水 米 是他们的黄金 你撒一些米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开车 车上一定要摆一些米 白鲜米 经过旁边有木区 不分华人 不分各种这样 打开窗户 撒一点点米 你只要念 那么观音菩萨 这样就好了 观音菩萨 负责把这个米 变成无量无边 给他们吃 吃了有些还可以升天 但是你 修慈悲心 还有什么好处 永远以后你不会怕鬼 也不会做鬼 也不会怕鬼 因为你对他慈悲 对狗有慈悲的人 就不会怕狗 对狗没慈悲的 才会怕狗 狗还勿要咬你 因为你对我不慈悲 有些人说 我等下嘟到鬼 因为你对鬼不慈悲 你看到他就要排斥他 那你起个念头 他就知道你在起念头 了解吗 你对他不怕 你还对他 他不但不会接近你 还会保护你 甚至他超度他 你越怕他 越要惨你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 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最好的方法 就是慈悲心 你主动对他好 你不会怕 你还可以帮助他 所以希望大家 走过路上 像华人都是 哎呦 那边有车祸 你曾经看过 所以你走过那地方 你心里都会怕怕的 那你如何把这个怕消除呢 光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慈悲是最快的方法 窗户打开 撒几杯水 那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撒水 那个鬼会不会跟我 还是来怕 你放心好了 慈悲无障碍 慈悲就有护法神 佛经说了 一个人如果孝顺 你不懂佛教 你只孝顺爸爸妈妈 你走过的地方 刚好地上有水或下雨 你身上的水 鬼可以喝 咽口鬼都喝不到 他每天在等 身体有光的走过那个地方 踏到那个水 水他就可以喝 因为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孝顺爸爸妈妈 你的身体就有光 可以把你洗澡的水 洗手的水 化成他们可以喝 这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关系 所以他不但不会伤害你 他还会谢谢你 因为做怨口鬼太可怜了 一肚子饿 一饥渴就一直吐火 然后就会烧脸 所以我们叫面燃鬼 各位看过面燃大事 那观音菩萨为了要度面燃鬼 所以观音菩萨也要变成面燃鬼 所以我们叫面燃大事 那面燃大事就负责帮助他们 然后呢 招呼他们 安排他们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再备一次 来 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失忆 你有了慈悲心 那花都变成功德了 灯也变成功德了 水也变成功德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准备这么多的食物 还有药物 外面还有很多供灯供水 那各位你点灯的时候 你要用慈悲心 这个灯的光照到他们的黑暗生病 所以佛经说 等一下 未往生者 点四十九盏灯 业障马上消除 快速得身净土 这个要背 只要有人往生 你就点四十九盏 这四十九盏灯 供在佛前 没有佛像就一本地藏经 一本普门品都可以 心经 只要有三宝就好了 一张相片 点四十九盏灯 回向给他 他就可以马上脱离痛苦 你有两个堕胎胎儿 那今天你会了 外面那么多灯 然后你就拿四十九盏灯 给他点 但是你光回向给自己 太不慈悲了 我为胎儿点这个灯 回向给所有堕胎的胎儿 死亡者 哇 那功德变成几亿盏灯 你只要点一盏就好 为什么 因为你随喜 现场有人在点一千盏灯 念一下 随喜功德 你内心只要随喜 而不要嫉妒 而不是说那是你点的 像各位进来 看到会场这么庄严 这个会场那么庄严 用一天太浪费了 是吧 明天你们继续来念经好了 你只要一进来 看到 哇 这么庄严 念一下 随喜功德 哇 这极乐世界 观音菩萨 花这么美 灯这么美 食物这么庄严 那 所有的功德 等于你的 这个叫随喜 很重要 今天你看到人家有钱 不要记得 那没好 那拔掉来 那你这样讲 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什么好处 随喜功德 那你以后比他还有钱 等于 等于他的福报 所以佛陀要吗 不要嫉妒人家 还要随喜 所以你进来看到 这么花 灯 香 这么庄严 你要马上随喜功德 那这个功德 你就得到了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降给你的祖先 回降给你想到的痛苦的 所以各位以后 报纸看到人家车祸死掉了 不要幸灾乐祸 你要马上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生起悲心 跟他结个缘 他的痛苦至少减低一半 你只要看报纸 看电视 你只要想到 你马上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那只猪在被杀 观音菩萨 那个牛在被杀 观音菩萨 然后那个牛就会减低痛苦 那因为你用悲心 所以叫慈悲无障碍 超越时间空间 来 现在 艺人发一包 药包 在外面 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外面 然后 等一下 我把第二个故事讲完 才开始做 那鱼 鱼可能要先走 今天外面 有一千公斤的鱼 还有 黄头鸟 五百多只 鱼可以先走 法师给它撒个水 放生很重要 经典说 有人下地狱 受苦 你只要放七只鱼 然后念出他的名字 他马上脱离地狱 你这辈子天天在杀猪 你只要有惭愧心 放十八只 十八只鱼 或鸟 或猪 随便你 然后 你这辈子杀生的业 超度 消除 但是重点很重要 惭愧心 不是说 我放一放 我就带得多 那就不算 惭愧心 没放这 我只好杀 我要不要探紧 我不要抬 你要这样想 对不对 然后你有惭愧心 像台湾很好 有杀猪 一定有寿魂碑 他们杀完就去拜拜 不好意思 我 我 米豆腐 他至少还有惭愧心 但是你以惭愧心 救七只生命 救十八只生命 那你就可以超度一个往生者 而且可以消除自己的业障 好 那各位在听我讲一个 为我们要超度要怎么做 是按照佛经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一个弟子叫阿难 这个阿难把释迦牟尼佛奖金四十五年 通通背下来 然后写成经典 五百个阿罗汉做证明 都是佛奖的 所以留到今天有这么多经典 那这个阿难很厉害 他可以背下佛陀四十五年讲的 为什么 那这里面有典故的 那有一次阿难听佛陀说法 我们修行人就这样 像各位你今天听我讲话 你回去要想一想 想一想 觉得有道理 哦 我要真的去做 那对你就有帮助 不要光听 然后就没有了 还要改变 哦 我脾气不好 对 脾气不好 会长得丑 会辽急 会口才不好 会人缘不好 会下地狱 这样 所以你要去想 所以我不要再发脾气了 脾气好的人 会长得漂亮 会口才好 会有钱 会人缘很好 死后生上帝的天 那你要去想 所以 想完以后 所以我应该不要发脾气 我要开始改变 我生脾气来的时候 我赶快念观音菩萨 普门品说 你起称恨心 贪心 赶快念观音菩萨 想观音菩萨 心态就改变 那你要去做 就会改变了 所以安安听完佛陀说法 他就在山洞打坐 想佛陀讲了 他怎么去修行 这样 这很重要 但是有一天 他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前面跑来一个鬼 那个鬼 整个脸被火烧 安安安就 一声没地方跑 因为后面 没办法跑 那鬼挡在 洞门口 全身在冒火 安安安要跑 那个鬼说 你卖灶 你卖灶 我跟你讲 我是要来跟你讲 你三天以后就要死了 而且死以后跟我一样 变这种鬼 安安安就真的 啊怎么办 然后安安安在想怎么办 那个鬼还讲话 如果你要救你自己 我跟你讲 你能够帮我们这些鬼啊 供养三宝 而且供养完三宝以后 又帮我们这些鬼啊 不失食物给我们吃 你三天以后 绝对不会死 而且你会有特殊的能力 健康 记忆链等等 安安安想说 鬼怎么会讲这个 但是他又怕 他就赶快跑去找佛陀 佛陀啊 因为鬼讲完就不见了 刚刚我碰到鬼了 鬼给我讲这个 所以我三天会死 真的吗 我都说是 你真的三天会死 但是不是鬼来救你 是观音菩萨变成鬼 因为他是面男大师 教你不用三天死的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在我过去没有成佛 做外道伯罗门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教我这个方法了 只要能够为孤魂野鬼 供养三宝 而且也不失给孤魂野鬼 吃 那不但三天不死 从此健康长寿 开发智慧 所以但是安安安就问佛陀说 佛啊 那我出家了 我没有钱 我怎么供养 佛陀说 哪怕七颗米 你只要为他念重 他就会变成百千万亿的食物 替恒河沙 什么叫恒河沙 就是河里面的沙有多少颗就有多少鬼了 恒河沙的恶鬼 你只要用一点点食物为他们念这个辩食咒 那就可以替所有的鬼修福报 为什么鬼会做鬼 他没有布施三宝 他没有帮助贫穷 所以他做恶鬼 没饭吃 没地方住 没衣服穿 所以那你替他供养三宝 那这些恶鬼道就有福报 所以我们今天要替六道 不是光恶鬼道 佛教讲的慈悲 再念一次 来 为地狱道 为恶鬼道 为所有动物 死亡的动物 为人类 所有死亡的人类 为阿修罗 天道 六道众生 供养三宝 那这个叫大慈大悲 你是为你妈妈 生病而来的 但是却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然后妈妈得到的功德 变百千万倍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超度 慈悲才是超度父母 最好的方法 我 多胎一个小孩 但是我发愿 超度所有多胎小孩 虽然我能力有限 但我有这个心 那因为这样 这个小孩就离苦了 那我也能够超度 我的两个弟弟或妹妹 让他离苦 很因为你的心态 所以 那佛教就跟安然说 你就这样去做 而且呢 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 念这个咒 辨食咒 然后把食物撒出去 或七颗米 或一点点水 然后念辨食咒 它就会变成 整个世界的甘露食物 这些饿鬼道 吃道 喝道 马上会升天 身体马上发亮 马上升天 一升天以后 生生世世 做你的护法 安然就是这样改变命运了 然后安然改变以后 他把这个法传到今天来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每个出家人都要放蒙山 都要失死 但是我比较难过的是什么 现在这么慈悲的法门 变成一种宗教金钱收入的法门 以这个成为道场的经济来源 他已经失去悲心了 我们放水路 怨口 蒙山 都是在讲金钱问题 我觉得这是佛教要改变的